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就是林平 但因为她的一个错误举动 遭到央视的封杀 如今51岁了无人问津 春晚是一个很严格的舞台 想要上春晚的明星 往往都是一些很有实力的人 明星们也把上春晚当作自己实力的证明 现在娱乐圈中虽然有很多单红的明星 但也是所有火的明星 都能够上春晚这个舞台 上了春晚等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也是自己事业的一大进步 所以娱乐圈中的明星 一般都把上春晚当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但林平却是一个例外 她因为歌曲 为我们今天喝彩 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 她被邀请上春晚多达七次 林平当时最红的时候 一点都不亚于现在最火 那女歌手 在娱乐圈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当时的她可以说是与王妃其名的女歌手 但是她因为一个举动 遭到了央视的风沙 从此在娱乐圈的事业被中断 从大火变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女歌手 因为被邀请上春晚七次 可能春晚的舞台在她眼里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那个时候的林平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 可能是年少轻狂 将为自己的实力强 于是把吃奶的舞台也那么当作一回事 有一次她接受了央视邀请的晚会 但她因为一个伤演 直接给央视放了鸽子 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打包了央视 这样的做法 简直就是把别人都当成傻子 央视知道林平因为伤演 把原本答应的央视晚会推掉之后 也再也没有邀请林平上过节目 那个时候央视没有直接说明要将她封杀 再也是差不多的做法 其他节目看到央视的做法 也纷纷表示 会与央视保持一致 在央视这样的做法下 林平的名气变得一落千丈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明星的出现 大家也渐渐忘记了那个曾经大火的女歌手 现在说起林平这个名字 还有很多人都表示不知道 如果当时她没有做那件事情 那么 她的境遇一定不是这样 如今的林平已经有了51岁 她曾经那些最红的时候 应该就只有她自己记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